玉池段一清早就透,啊不,抱着玉池熙去宗太师府拜访了,得知五皇子殿下和小公主来了,刚刚起床准备去上早朝的宗太师连忙到门口来迎接。 玉池熙被院种哥哥抱着,满脸无语,这天才刚亮呢,他这哥哥到底想干嘛呀。 不会是又遇到了什么鬼,让我来帮帮抓鬼了吧。 呸呸呸,童言无忌,童言无忌,我妹妹随口一说,老天爷啊,你可千万别听她的,真的又让我遇到鬼啊,我遭不住啊。 微臣参见五皇子殿下,参见小公主,千岁千岁千千岁。 玉池段一笑眯眯的让他平身。 耽误你上早朝了,你先去上早朝吧,本王在你府上等你回来。 什么情况,发生了什么事儿,还要劳烦五皇子殿下等他下早朝? 他敢让五皇子殿下等他吗?他不敢。 昨儿个晚凤说他在外面打了一个流氓,那个流氓不会是五皇子殿下吧? 毕竟晚凤谁也敢打。 不知五皇子殿下找微臣所为何事? 微臣等会儿才去上早朝,这会儿可以先陪五皇子殿下聊一聊。 聊一聊这赔偿的事情。 是这样的? 玉池段一想了想,找到了一个借口。 宗家姑娘先前是不是去参加了省花宴? 本王说的是宗晚凤,宗姑娘。 可别想随便说个府上别的姑娘来敷衍我,正准备询问是不是那几个庶出姑娘的宗太师顿时欲色。 完了,不能拉他们出来帮晚凤挡一挡了。 哎呀,宗太师一脸生无可恋啊。 小女晚凤,的确有去宫礼参加赏花宴。 完了,不会是在赏花宴上打了五皇子殿下吧。 嗯,是这样的。 谢儿很喜欢宗姑娘,与宗姑娘非常聊得来。 玉池段一脸不横心不跳的扯谎。 玉池西无语。 不是,哥哥,你能解释下非常聊得来是怎么聊的吗? 是宗姑娘说话我就阿巴阿巴这样聊天吗? 这宗太师能信? 原来是这样的。 小公主喜欢小女,是小女的荣幸。 不是,你真信了啊,你怀疑一下啊,我还是个宝宝我怎么说话。 宗太师想的是,不管是因为什么,只要不是晚凤打了人,那一切就好说好说。 宗姑娘还未醒来吧,本王带着希儿,先进去等等。 宗太师,您先去忙吧。 哎,请五皇子殿下先请上座,等会儿晚凤醒来了,我立马让她的丫鬟叫她过来。 好。 玉池段义抱着玉池夕走到大厅,坐上座。 宗太师给一旁的奴才打了一个眼色,那奴才立马退下去,找宗夫人过来陪着。 宗太师要去上朝了,五皇子来了,府上总不能没人陪着。 玉池段义与宗太师聊天,别看玉池段义平日里吊儿郎当的,但她还算是知识渊博。 她喜欢天南地北地跑,知道的新鲜率也不少,逗得宗太师哈哈大笑。